纸上得来终绝前 很多的单词语法 我们只有在通过 看到它具体的使用场景的时候 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把它给记住 理解它的意思 那今天要通过动漫来学的一个单词 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片段 这个不良少年也叫做桑源 他被挡到了要害 站不起身的时候 他还问对方说 Yokimura大丈夫か 你没事吗 因为他是为了救他的 这个时候Yokimura 看向桑源的时候 他说 Socikoso 你那边才没事吧 这边一般来说会理解成才 其实我觉得它是那种等号的意思 画等号 就是Ko可以理解回这种情况 因为Ko写成汉字是此嘛 然后呢 So写成汉字是其 其实是另一种情况 或者你那边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两边的情况是相等的 就是你问我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那我反倒要问一下你 你那边的情况 也没事吧 所以KoSo才有了这种 才的意思 使用更多优秀字架